夫妻肯踏实学习 就有办法能够撑过困境苦尽甘来 继续带您看另外一对年轻夫妻 他们是选择回到先生的家乡台西 去经营一家老面包店 那么在这个通常晚上七点钟 就冷冷清清的小地方里 他们仍然努力地尝试做出新口味 像是牡蛎酥饼 萝卜扎饼等等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 要让自己的面包店成为家乡的招牌 我原本大学里面是生物系 后来改成生命科学系 就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然后毕业以后也走 也在领域里面走了一阵子 就后来去台中做环境检测的工作 在饱受污染的家乡台西长大 和培章大学后投入过环境检测工作 但现在他试图用其他的方式改善家乡 双子哥你好 来跟你拿萝卜渣 再麻烦你了 东北季风吹下来 所有的污染都是从我们这边来的 如果我们好 让大家知道台西 有我们这间面包店 然后进来认识台西这个地方 也可以替我们这边增加一些知名度 才不会每次讲到台西都会讲到说 那是什么流氓的故乡什么的 是因为我们讲话都比较大声 然后因为海边 其实海上座位里那种风浪声那么大 你自然而然你天生赏门 就真的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们都不是恶意的 只是人家看起来说 我们都是晒得黑黑的 讲话都那么大声的感觉 好像很凶很漂亮那种感觉 阳光下两个大男人温柔地洗刷 新鲜彩色萝卜 武松制是有机农 在零香污染的威胁下 每天坚持有机农作 何培章家则经营面包店 胡萝卜它突然要松一点 它才能往下扎根 如果要保存胡萝卜的话 这就是不能剪掉 这是主根 如果把它剪掉的话 这是胡萝卜 它就不能保存很久了 是主根维持了一连串后面的出产 何培章的父母 是靠一间40年历史老面包店 养活了几个儿女 如今何培章接手家族的根 刚在何家特制秘方粉中 滚了一遭的面团 下锅油炸 何水中师傅心中的台式面包 是这样一丝不苟的手工 现在大部分 大部分可以自己做的 我们尽量都是自己做 有时候其他的就是 有叫那个馅料 就是专门人家在做馅料 那我们也是特别向他交代 我们要的是什么品质 不可思议的铜板架 何家沙拉面包 是很多台系孩子难忘的美味 连卤蛋和沙拉酱 都是店里自制 少年时起 面包就是河水中的重心 我从13岁就去那店做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国中 时代不同了 河水中身边是妖子何培章 读到大学毕业 眼看着父母年迈疲惫 考虑要把老店收起来 所以一开始 其实也有一些业务说 你哪在这方面 你会打打的冲了 最舍不得的还是这间店的发展 小时候每一间门市 都是有在做生意 然后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小朋友 在街上这样四处爬 等到长大到高中的时候 突然觉得说 为什么台系这个地方这么安静 有一次七点多走在路上 发现说 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人的感觉 就变得很冷清 人可以恋爱几百次 钱赚来又赔掉 但家乡一生只一个 你以为可以不再回看 但在心里总有一丝 挥之不去的滋味 舍弃家乡就像丢掉了一部分自己 所以何培章回乡接电了 这是酥皮的部分 然后这是油酥 我们要把油酥跟油皮做结合 油皮与油酥交叠 才能烤出有层次感的口感 炸完汁的萝卜渣 依然保有鲜甜 小和师傅口中的 在地食材新口味 被老和师傅质疑 菜渣怎么能给客人吃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新鲜的 可以来做 我不反对 你就炸个组 我是反对这一点 莱姆酒加进炒香的萝卜渣馅 少了水分 多了更多层滋味 从小在厨房玩大的和培章 回乡接电 还是当了好几年 爸爸手下的学徒 他想用在地农产 创作新口味上网销售 为家乡台西打出特色礼 但不熟网购的爸妈 一开始相当反对 然后后来是中秋 量就整个都出来的时候 他才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像真的 是未来的趋势 当他那时候跟我讲说 他想要回来 他就是盼到公公婆婆这样子 就是舍不得放掉这间店 其实那时候也是有挣扎一下 你会希望他在我们这代就结束吗 他说不会 我说那好 那我们就是回去做 黄玉婷曾经是和培章的大学学姐 我常常在说他都是被我用蛋黄酥骗过来的 不要看观察他 炸到最多的油的时候就要停火了 因为连猪油都自己买当天温体猪皮来炸 让和家产品躲过甲油风暴冲击 放点葱 枸杞油香 蛋黄酥是老何师傅的得意之作 老店的招牌 妖儿用来追女友果然成功 因为我不吃月饼 我真的很不喜欢吃月饼 但是我只吃我们家的蛋黄酥跟小月饼 然后他跟我说你咬一口 你真的不吃的话我帮你吃掉 我想说有那么有信心 吃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 黄玉婷后来决定跟何培章一起回乡接老店 也是信得过自己嫁的这个男人 跟他认识交往结婚到现在 我都会知道说他的个性就是 他敢讲得出来 他一定会有至少一半的把握在 而且他不会是三分钟热度的那种 所以我才会敢跟他一起回来听看看 门市的部分第一个困难点就是 这边的嗨口腔我听不懂 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 被阿伯阿婆那种就是老人家 骂过 因为他们用台语讲我听不懂 他就讲什么 然后他们又讲很快 然后我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然后他说再讲一次我还是听不懂 过了第一个五年 高雄女孩学会嗨口腔台语 大学毕业生小和 厨师成了面包师傅 老店的新品 萝卜扎酥饼得了百大半手里奖 何培章答应妻子 五年内要闯出成绩 做到了 一切渐如家境 考验随之而来 其实那时候当下也蛮茫然的 因为突然 我记得那天状况是 他中午去帮我们买电当 然后突然在便当店那边晕倒 没人知道为什么多发性脑瘤 找上黄玉婷 小和师傅才发现 人生的支柱除了家人家乡 还有一个就是共同打拼的妻子 医生说这个应该不会是天生的 所以应该大部分应该是后天的 然后他又比较特别 他是多发性的脑瘤 他总共有四颗 你现在想起来而已 是因为你心情还是很激动 你太怕了 有没有 你真的会想起来 没事没事 我都会想起来 这是我的灶门 黄玉婷说当时何佩璋很淡定 每天依旧上宫 孩子请家人照顾 做完面包才赶到医院 何佩璋想当时 心情却像热油锅 分秒都煎熬 因为我觉得我都已经在担心 他如果知道的话 他反而没办法好好休息 所以我在他面前 我真的都是很冷淡 他面前要很淡定 冷淡到他真的觉得说 为什么都不担心 就是更有承担力 而且小孩也变得很淡定 小孩也跟着成长一段 一斤新鲜牡蛎 才能做18颗酥饼的馅 用6小时烘干水分 再用冬瓜糖 葱蒜酥调味 适当地用点甜味 中和苦与咸 只留柯的鲜味 生活中也是苦乐交织 最后留下的是 经得起考验的感情 智慧与经验 因为住院就有人 送一些伴手礼来探病 然后就想到说 跟我们烘焙有相关的 就比如说像奶油酥瓶这种 可是印象中那时候是比较大 然后吃起来都容易掉屑 又干干的不好吃 所以我们就把它皮 把它改小 整个规格改小一点 可以一口一口 慢慢吃也不会掉屑掉的都是 也是因祸得福 又想出新的创作点子 要把家乡海的咸味 海产的鲜味浓缩在饼里 因为做面包 就会把全心全意都放在面包上面 所以真的是有可以忘记一些 比较不愉快的事情 会做一个你熟悉的家人的事情 对 做一个熟悉的工作 比较不会去乱想一些其他的 也满感谢我爸爸妈妈跟我岳母 他们都满帮忙照顾我太太的 连续结账五六个客人就头发账 手术后黄玉婷脑里还有几个肿瘤 不能提重物 还能做的事是写计划找补助 处理网络销售 进修行销 如果说这几年到之后都没有什么动作的话 那你干嘛活下来 你还是活着要做事情 虽然也还是不能长时间看着笔电 也不能再长期待在闷热厨房 但老公没放弃 他也不放弃 这是他们当初选择的生活 因为我小时候我长大的环境 我们一年一整年只有修一天 而且那一天还是为了说要应付暑假作业 有一篇画图是要去哪边玩然后拍照片 就真的只有那一天 对就只有一年就只有一天 然后现在 没有 熟记根本都没有修 年夜饭也从来就没有一起回 我的阿公阿嬷家吃过 是因为这几年我们进来做 然后他们才比较享受 要去享受一下生活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有空就去找一些师兄弟泡茶 然后跟朋友去爬爬山之类的 回乡的承诺之一是让父母能享福 达成了 也雇用当地年轻人 是完成的小目标之二 除了六星以外能多创造一些工作机会 才不会说大家不是养殖业 就是六星这两个出路而已 店里有帮助弱势的待用面包 让孩子买面包几点来换的图书 把小店能量努力放到最大 认真生活 生活也还给他们甜蜜与踏实 因为之前在台中生活 你顶多也是一个月两个月回来 这边一次看一下家人 但是现在因为住在这边 每天都会见面 然后也可以在同一个环境下一起工作 小孩子也都可以带在身边 所以其实家人无形当中是24小时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有家的感觉 对这个家是 就是无时无刻都是在你周围 所以家人 家人还是要在旁边才会比较亲 有人离乡是为了钱 也有人留乡是为了情 没有甜言蜜语但互相扶持的爱情 默默陪伴的亲情 为你所爱的人努力 好像真从家乡土地上 接到了某种能量 所以我们的愿景 我们要成为一个 人家想到海边的面包店 就会想到我们 这是我们又来的目标 每个一丝不苟的手工台式面包 吃在嘴里 每一口 每一步 感受踏实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最动人的是撑过来的过程 广告最后继续带您看的这对夫妻 对他们来说 偏乡 难投信义乡 是他们的使命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很多因缘机会下 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老天爷觉得刚好 觉得我适合来这个地方吧 就让我到这个地方来了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以后信息伤出去的小孩子 张开嘴巴都很 牙齿都很漂亮 м tangent 胃子 没懂 做